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地方 戴维斯的春天来了 你的呢 我现在还是单身 目前没有 暂时还没有 没有 有 没有 有 我有 我有 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就是理想中的爱情 小时候理想中的爱情 是找黑社会老大那种想混混 然后干什么的 有人帮我打架 然后就能帮我出头的那种 比较幸福 比较甜蜜 比较自由 相互服侍 长长久久 然后接着就一起散步 就觉得很开心 陪伴啊 然后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 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 安安稳稳的 然后百分之百的信任和关爱 两个人 两个孩子 一条狗 生七个娃 取名叫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只要一眼对上呢 就行 互相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一种 亲切感 归属感的种感觉 我想象中呢 伴侣 要善良 然后呢 互相 能够彼此理解 然后呢 性格比较成熟 如果整体来说叫三观一致 有个肩膀依靠 我觉得就可以了 有八块夫妻的金城 没有了 有 就是能希望能有一个人 我愿意跟他聊天 他愿意跟我聊天 我们愿意彼此倾听 然后 就这样子平淡幸福的走下去 其实这很难描述 就是你 你去设想 你喜欢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 但 当这个人真正来的时候 你才发现他可能跟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完全不一样 但是 但是你也会 也会喜欢他 与我的小宇宙高度相似的人 温柔 体贴 活泼 大方 可以和这个爱人到处旅行啊 很想和他去夏威夷 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比较神秘的南美国家 阿斯加 去河里那个打鱼给插起他口吃 然后看激光 在日本的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 然后去台湾吃很多小吃 我会想要去毛里秋思 新疆我还没去过 所以我想去一下新疆 那不知道女孩子能不能收拾啊 桃黄山吧 我爸妈她们两个人 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就是去了那里 然后在那边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们彼此长大的地方 经历一下走过彼此走过的路 地方 地方不重要 人才重要的 人是重要的 去哪里都可以 完全是要在一起 Davis后面的那个植物园挺不错的 Gammyu后面那个草皮 就是阳光挺好的 夏天的傍晚 当趟满头 学校的小河边 走走路 散散步 路被鸭子泡泡泡 然后像这边 这边还有锁 就是很适合来运会散散步鸭鸭马路 两个人一块儿骑自行车 物理楼的六楼 天文台 Pinkbury from the U2 OT house 实验室啊 那个马场那边 那边有神兽可以去看 马场 因为那边非常的开阔 而且如果两个人能互相拥命的 骑着马在路上一起玩船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酷的事 也许是周六的草莓市场 如果买花的话 可以考虑去那个 就是过了桥那边的西部位 就会很好 那里的鲜花是非常好 然后这个 Hofus的各种蛋糕 应该是不错的 自由 自由吧 你跟你孩子讲话 不用担心任何问题好吗 会有更多的时间跟朋友们分享 然后呢 还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自我的状态 你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Nobody can you 你有的时候会感觉 特别的孤独和寂寞 但是 但是其实都 就是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调节 比如说去做运动啊 比如说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 自己更好的更分配自己的时间 然后 不会有一种被绑着的这种感觉 就是生活其实挺不容易的 心里有一些湖水啊 没有人倾诉 日常生活中呢 又没有人照应 深夜一个人的时候 会感觉有点 嗯 怕怕 没有一种 精神寄托 下雨天无聊的午后 和机场停不动的行李 你在过节的时候 你就发现人家一队一队的在外面看电影 然后在那边很恩爱 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 你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凄凉 这种感觉 然后为什么但是有很多种啊 有的人可能就 就他根本就不想找 有的人是没有找到 哎我属于 哎这个事情 说来话成 可能没有 可能遇到的人还比较还比较少吧 没有找到 就像你做research 你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topic 你就不会全力以赴去做到 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 所以有时候要求会过高 他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学习任务比较重 所以说没有打算去找女朋友 其实我觉得 就是留学党出来之后 找一个合适的伴侣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大家从全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里 然后有不同的计划 然后可能又想 有的想留在美国 有的想回去 然后在这么多人里面 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其实还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留学生 就会有很多时候是一个party很多人 但是其实很多大部分人都是单身 就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你觉得对方手是一番戏的 神秘 英俊的项目 做事情很认真 充满正能量 比较有幽默感 他看见我的时候 会脸红到树皮肠 善良 然后很善解人意 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相配的成熟 我觉得他全身上下 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喜欢 喜欢一个人呢 其实真正喜欢的是他的缺点 并不是说他有多好 我喜欢他这个 是你能包容他的缺点 这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机会让你们相互认识 相互走进了呢 一起去佛罗里达旅游的时候 考拖的时候 然后准备申请的时候 从占有 然后发生了 质的变化 当时是通过一个朋友 一个聚会认识的 然后在聚会当中 互相都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然后之后的话 就是有可能对对方 都有一些感觉吧 然后慢慢慢慢就这样走在一起 那就要感谢我们的红娘萧萧 就anyway就是一个朋友 然后大家有common friend 然后就出来一起hang out 然后后来又发现 然后就是也打羽毛球那样子 就一起玩了 大家一起派体 然后就朋友的朋友 闺蜜的高中同学 然后就齐齐折折各种 后来又一次就 在快要大学大师的时候 大家都很放松的整体 然后一块出去旅行 然后学豪尔冰尔 然后才让他发现 原来身边就有女神在 做买菜 他更大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三年前嘛 是在那时候还是在 community college 我是transfer student 就是我们两个在父亲友认识的 当时他漂亮 可爱 这个聪明 又沉得住气很稳当很稳重 我觉得他就反正就那么的迷上王贵 然后我就死缠烂打 穷追不舍 穷追不舍 然后就追赞了 恋爱最大的乐趣 比如说吐槽追赞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发掘出来 一些共同兴趣 然后还蛮小惊喜的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 就是你想去玩的时候 多余人陪你这位 两个人在一起啊 然后接着就很开心啊 这是最大的乐趣啊 然后一起玩游戏啊 就打游戏机啊 Videog game 什么都可以 恋爱最大的乐趣 都是马赛克啊 知道总会有一个人在身边支持 是能够有人来和你分享 并且是能够是有人来和你 在生活里面来一起前进 然后是有人来支持你 然后是有人是能够在你低谷 和高兴的时候 都能够站在身边来陪伴你 苦恼就是我们现在是一地恋 所以的话就是会很想念对方 然后想见到对方的样子 谁喜欢啊 一地恋那种风格 我是北京人 他是台湾人 有一天呢 我就问他 我很久之前就想过这个问题 我问他 我说你以后跟我走吗 他回答没那么喜剧话 不像电影里电视剧看到的 说跟你走 天涯海角我跟你走 他说 他说我想回台湾 两个人共同地去努力 共同地去促进 共同地去量解 努力让对方都成为更好的人 不要抓太紧 互相信任 然后同时两个人之间呢 要互相保持距离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 保持变化的同步吧 要有共同话题 要能一起成长 后来就变成 三分之一爱情 三分之一友情 三分之一亲情 我错了 我又认错 他错了 我还是我认错 爱情最开始 是看有人 能够爱对方多久 但是真的到了 之后的话 就是看 能容忍对方的缺点 的程度有多少 所以的话 爱情最后的本质 应该是说 怎么样去接受对方 容忍对方 4月19日 CSSA非诚无让 爱情就像鬼 听的人多 遇见的人少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 心里的男嘉宾 李嘉宾 你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 不要错过这次好的机会 不要害羞 有情人终成见属 美好的一份经验 有缘人 可以在那时候可以相遇 把握机会 然后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找到自己的幸福 找到属于你的真爱 不要太保守 然后把那些压抑的冲动 释放出来吧 在这个《非诚勿扰》的活动当中 找到另一半 那如果没有机会 能找到另一半的话 那这也不失为他们一个 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 如果遇到正确的人 还是要果断去追主舞蹈 这个东西 爱情不仅仅靠缘分 还要靠勤奋 对不对 这么多好妹子 这么多帅小伙 赶快上吧 我们还每期都看 江苏台的《非诚勿扰》 虽然很极品 各种男女 但每次在牵手的时候 都还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 就是在那一瞬间 擦出火花 就是两个人牵几手走的时候 就是让人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大胆地去示范 携手共度大学时光 但是不要在单身人面前秀恩爱 祝福你们 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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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AC《非诚勿扰》 让我们再次牵手 让缘分再次碰撞 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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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来